天父啊,求你怜悯阿富汗,求你加我们力量,让我们可以忠心地为阿富汗信徒祷告。 但愿他们每天有力量着鼓励,因为你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。 我们为失丧的灵魂祷告,但愿他们改变心意,认识基督,敬拜和侍奉你。 我们也为阿富汗这个国家祷告,但愿人们从极端主义的暴政中释放出来,让你的话语传遍全国,求你释放你拯救的大能,让当地教会能够更加合一和人数增加。 求神赐予弟兄姐妹们平安,让他们在患难中仍然坚定依靠神。 求神使极端组织,不能在阿富汗占据,求主为这个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,带来和平和信仰的自由。 让阿富汗父女得到保护和尊重,并借着基督拯救的能力,让他们知道天父的慈爱。 祈求主耶稣基督以大能粉碎一切腐败、非暗、邪灵和毒品的势力,让阿富汗基督徒有虔诚。 正直的生命成为盼望的明灯,求你圣灵的大能充满他们,神迹其事随着他们。 正是主你的全能和真实,让更多的人归向你。 亲爱的主,你知道被逼迫的家人经历着极大伤痛,求神安慰他们,加强他们的信心,好让他们能够在艰难的时候忍受得住。 也求你打开阿富汗男女老幼的心,让他们听闻福音,接受耶稣对他们的爱。 求神软化国家领导人和地方统治者的心,让他们可以,以公平和慈爱致敏你所造的或所爱的人,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。 阿们。